决战百里侯选战倒数计时 我们今天要带大家来看到的是 不堪连日被追打争议的煎熬 民众党新竹市长候选人高洪安挂病号住院 高洪安今天在脸书上po出了打点滴的照片 表示这段时间因为连续大量抹黑事件 查找整理资料导致过度疲劳 住院禁养补充体力再出发 民众党主席柯文哲火速召集全党 召开记者会声援 入轰蓝绿围攻高洪安 没凭选举打得太难看 不过高洪安下午就被捕捉到 在联电前荣誉副董事长 宣明志陪同下 低调拜访国民党新竹县长杨文科 点滴还没打完 是跟医院请假出来 才传住院掉点滴 高洪安突然现身新竹县政府 直到下午在联电前荣誉副董事长 宣明志的陪同下 拜会县长杨文科 手上的点滴针头都没拔 睡眠比较少 再加上吃的部分 也因为形成的关系比较吃饿 不是算太正常 拜访蓝绿手掌低调再低调 只说是意见交换 高洪安稍早前 才在脸书报平安 表示正在休养 补充体力再出发 但其实他身体出状况 早有端倪 我昨天看到他 我说哇 你的义务怎么变这么大一件 人瘦了一圈啊 看完这语气充满不舍 周日才跟高洪安见面 没想到人下午就住进医院 从论文都最近的助理费风波 让高洪安真的身心举皮 高洪安涉及贪污的部分 我相信对就是对 错就是错 却还是在模糊焦点 一码归一码 整议还是得讲清楚 吹哨者检举还内容曝光 指控李姓男子 担任公费助理期间 同时在永龄基金会工作 年龄600万 一次充当高洪安的政治献金 也替洪海推动相关立法 我觉得实在太过分了 但内容不贫义 因为打得太超过了 听闻客问哲称 这是台湾民主自由危机 老科也怒了 有一句话就是说 红火上的猪也会飞 当大家对你失望的时候 你自然会掉下来 高洪安意乎如此 高洪安内岛划兵号 定不会按甲收兵 选战斗数 攻击只会多 不会少 接着飞行主纵 波动 好 好 好